剛剛的故事才剛剛的開始 因為我們要有請 朱仙遊戲全品牌代言人 王俊凱 但是 我們剛剛 我的天啊 可以描述一下那個環境 我說有請小凱 所有的粉絲都站起來 我說但是 他立刻坐下 但是 我們剛剛在後台找他一圈 都沒有找到 是不是他又去我們的遊戲裡 邂逅我們的朵依了呢 我們要請朵依姐姐 來幫我們尋找一下 我們的小凱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我們有幸采訪到了 剛剛出道的朵依小姐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們好 我是來自朱仙的朵依 愛好是遇見自行 叫小白色 還有喜歡吃各種美食 還請大家多多關照 朵依小姐的愛好 真是非常與眾不同的 特別好奇 你和王俊凱這次 演繹了怎樣的一個故事呢 這次我和小凱出演的 講述的是打破次元壁 兩個不同次元的人相遇相處 共換那共同戰線困難的故事 那麼朵依小姐和王俊凱合作會不會有很大壓力呢 啊還好還好小凱是個非常敬業的演員 同時也是一個愛幫助人 溫柔和愛的大哥呢 欸 朵依小姐 你怎麼了 啊 啊 沒事沒事 就是突然感覺有點熱 朵依小姐 能不能和我們偷偷分享下小凱在戲外的小八卦 好 滿足一下吃瓜群眾的好奇心 嗯 好吧 小凱在不拍攝的時候是非常安靜的 除了看劇本之外 最大的愛好就是跟我一起玩猪仙 她最喜歡收集各種飛行作技 小凱親生喜歡玩什麼遊戲啊 最喜歡玩猪仙啊 天啊 我要玩猪仙 我要去猪仙手遊裡找小凱 感謝朵依小姐接受我們的採訪 啊 發生這首個事了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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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小凱你在哪兒 別逢az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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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 王俊凱 好久沒見小凱 終於穿越回來了 對對對 來 先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王俊凱 其實珠仙遊戲非常吸引人 在你成為代言人之前 你有玩過這款遊戲嗎 因為這個遊戲其實是承載了很多人的青春記憶 其實小時候也有玩過 但是因為小時候條件比較有限 對 玩的比較少 然後最近也是比較迷戀這款遊戲 但是我覺得遊戲一定要勞逸結合 大家一定要適度 真的是個好的代言人 一定要勞逸結合 我們要聽小凱的忠告 那看來小凱已經徹徹底底的體驗過我們的這個珠仙了 接下來要和你做個小遊戲 其實是個小任務 你做到準備了嗎 可以啊可以 我們等一下希望你可以登陸遊戲 來完成兩個任務 第一個任務呢 我需要找到一個和你長得很像的 高大帥氣 笑起來很迷人的NPC 還有呢我希望你找到一個玩家 跟他有一個近距離的一個互動 可以嗎 可以可以 沒問題 準備好了嗎 可以 我 自帶手機 我已經登陸上去了 你登陸了 我們請大屏幫我們切一下小凱此刻的遊戲畫面 已經登陸了 所以前面朵一說你喜歡瘋狂的切換 找作技是真的 對 因為它裡面的作技都非常酷 很酷 遊戲的操作體驗是不是很流暢 是 非常流暢 它的不光是戰鬥還是去完成任務 其實都非常流暢 這個畫面也很唯美喔 對啊 就是小凱在遊戲裡略微走的有點紳士 是的 找到了 對 是他嗎 是他 就是我本人 真的做得很好耶 對啊他很像的 很良心喔 我相信所有的相遇都是命中注定 接下來我們去找一個玩家 跟他有一個互動好不好 好 我們可以看到在遊戲裡面 有非常多的交互的方式 抱棋 打坐都有 小凱選擇的是和這名玩家一起打坐 打打坐 打坐 對 練練功 我聽說這裡面還有個很特別的功能 我不知道你方便示範一下嗎 什麼 壁咚 可以啊可以 可是這裡沒有牆子嗎 壁咚啊 可以牆行壁咚 可以牆行壁咚 牆行壁咚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選擇 壁咚 點選完 這個牆是平地起啊 是的 小姐姐嚇壞了 身後明明沒有壁咚啊 這就是打破彼此之間距離 原地壁咚 好嘞 謝謝小凱的分享 好 我可以看一下這個遊戲嗎 我也想登錄試驗一下 啊 我壹登錄就畫面美了 看來沒有修到先 暫時不能玩這款遊戲啊 先把掌聲送給我們的代言人俊凱 謝謝謝謝 那小凱剛剛看到了 這個鹿很漂亮 裡面除了鹿之外還有別的座技嗎 有 它其實裡邊有非常多的座技 就是大家有各種各樣各種各樣的 其實非常多不同的類型 大家肯定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座技 是的 我聽說連金魚螃蟹皮皮蝦都能夠騎 那剛剛我們看到了 在這個裡面你評價一下 你自己那個NPC 你滿意吧 很滿意 因為它比較高達 很符合我的氣質 對 很符合你的氣質 沒事 我就是為我自己現有的身高 嘆了一口氣 接下來我們可以進入到 快問快答環節 好不好 好 第一題 最近合作過的搭檔裡 哪個讓你印象最深刻 朵伊 第二題 請問 從河陽城到小池鎮 遇見飛行需要十分鐘 那麼五分鐘之後您在哪裡 在箭上 難不倒你第三題 開開 你有沒有 壁咚過誰 我好像沒有壁咚過別人 但好像被壁咚過 你被誰壁咚過 就是裡邊有一個互動 就像剛才可以強行壁咚別人一樣 哦 強行 所以粉絲們如果想要在遊戲裡強行壁咚 你也是可以的 對不對 是的 快來周瑄尋找王俊凱吧 第四題 你最想要的超能力是什麼 呃 現在就可以像這樣遇見飛行 對 想飛對不對 對 那你覺得小凱 你是貓系少年 還是犬系少年 應該是狐系吧 因為這裡面是狐狸嘛 狐系少年 對 第六題 遊戲裡面你的仙府叫做什麼名字 叫星海亭 星海亭 哇 好聽 第七題 遊戲裡粉絲們可以跟你一起共建仙府 你有什麼想對他們說的 就大家一塊來搬磚吧 一塊來搬磚 對 那小凱的這個反應的確很快 快問快答沒有難倒你 但我相信接下來這段VCR 肯定會驚喜到你 我們朱仙的玩家和你的粉絲們 共同錄製了一段 送給小凱的祝福VCR 我是朱仙手遊與凱通行區凱爺的蟹腿子 我是朱仙手遊護凱城王區的阿爽 我是朱仙手遊換來萬象區的天靈 在這裡希望小凱哥哥好好吃飯好好休息 小螃蟹與你一起酷酷的走下去 喜歡你四年了也見證了你一步步的成長 你以後會越來越棒我也會一直陪著你的加油 希望我的小凱莫白少侠能夠在工作的同時 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不要感冒了 希望我們的小俊未來的路會越來越好 她也可以放心的去床 小螃蟹們一直都會在 希望小凱平安喜樂與世無憂 小凱以後無藥多發自拍一定會開心嗎 希望小凱身體健康不要太勞累 做自己真正喜歡想做的事情 我希望小凱未來的路能越走越順利變得更優秀 希望王俊凱越長越高 然後也祝福完美世界 及朱仙手遊能越來越好越來越棒 希望王俊凱每天都開開心心的 多發微博多發自拍 多給小螃蟹們發福利 希望朱仙手遊越來越好 在這裡祝王俊凱先生天天開心 工作再忙也要記得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多吃肉哦 還有就是希望越來越多的人 能和小君哥哥一起打破次元 遇見朱仙 筆心等我去見你 筆心等我去見你啊 命中注定會在朱仙裡和我們的俊凱相遇 那今天現場也來了很多幸運的粉絲 小凱有什麼想對他們說的 非常感謝大家來到這裡也是非常開心 希望可以繼續支持我 然後我也會呢 繼續努力 然後出更好更多的作品獻給大家 做更多更好的作品 那加油 除了這次的未定之外呢 我們聽說小凱馬上要發佈 2018年度的首支單曲了 可以簡單的來為粉絲和現場的觀眾介紹一下嗎 對這首歌曲呢 是由吳孟琦老師作曲 方文山老師作詞 對 其實這首歌曲呢 也是非常的貼合住 現在也是非常有仙霞氣的一首歌曲 那麼我覺得這首歌曲 其實非常輕快 非常輕鬆 大家聽的時候也可以 就肯定是一種放鬆的心情 我覺得也是會 可以就是大家也是非常容易就是能夠上口的 狼狼上口 可能詞會比較難 沒關係 我們願意為了你多次的去聆聽 多次的去練習 謝謝 謝謝 那今天呢我們的主辦方 還特意安排了一個環節 接下來我們再次掌聲有請 完美世界遊戲高級副總裁 童慶先生上台 有請童總 首先您要回答我們一個問題好不好 童總 好好好 為什麼請我們的小凱來做代言人 我覺得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方面呢 是因為朱仙是一個很傳承很久了的一個經典IP 超級經典的IP 我們需要讓他呢更年輕化 而小凱的這種青春有活力的形象 這麼高的顏值 就是青春活力的一種代表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呢 我覺得小凱也是一個非常敬業 非常努力的一個藝人 然後呢我們希望 朱仙手有想傳達的這個信息 也是這種非常努力 正能量的一種價值觀 我覺得這個價值觀也是非常契合的 所以我們來請小凱來做我們 朱仙的代言人 其實我準備了一個禮物給小凱 您還準備了一個禮物 來我們又請工作人員 把我們的 童總的禮物 帶到我們的舞台上 一份特殊的禮物 一份特殊的禮物 哇 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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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了 您簡單解釋一下 為什麼要送這款手版 這是我們的次元少女朵伊 因為小凱在拍攝現場的時候 經常說 哎呀我經常跟著空氣在對戲 然後我們這次做了一個真的朵伊 以後希望小凱看到朵伊的時候 能想起和朱仙的這個緣分 也想起我們這個美好的這個回憶 希望我們的俊凱和朱仙和完美世界的遊戲的緣分 可以綿延不斷的繼續下去 對 二位一起拿著我們的手辦合個演 好不好 好 合作愉快 希望正如我們在遊戲當中 小凱的那句話一樣 所有的相遇都是命中注定 快來我們的朱仙 尋找你命中注定的王俊凱吧 再次的謝謝二位 謝謝童總 謝謝我們的小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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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二位給我們帶來的這個分享 那